小橘子明天就要回家了 他的主人来接他了 明天就要 小橘子啊 你还记不记得你来的时候 今天做的这个小箱子 来进去再感受一下 小七啊 你也来送他啊 大王子啊 起来嘛 起来跟小橘子说说话 你说过年欢迎你再来 你懒得 这姿势 就进去了 迫不及待回家呢 急着回家呢 给 这是你的那个 主人来的时候给你带的小橡 这是小哥哥送你的小猴子 装下的一会都装不下了 小七你喜欢啊 你还有好多的吗 给小七一个 这个给你小七 小七 这个给你 看颜色跟你一样 看看 哎 大王子啊你聊闲你 不出来了 这就要走了 小橘子啊 回去听话啊 这儿看我 看我 回去要听话啊 听见没有 不许乱跑 你绝育了 你听我说 看我 你都绝育了 你丢了你就可怜了 知道不知道 有猫欺负你 然后又冷又饿 知道不知道 橘子啊 橘子啊 跟小哥哥道个别吧 好吧 小橘子拜拜 过完年再来 小哥哥现在没感觉的 一走就就伤心了 哈哈哈哈 这两天天天都要说 小橘子要回家了 还是老是抱着 嗯 你说你也不舍得啊 不许不想我 小橘子也说话了 不许不想我 小橘子会想你的 哥哥一天宠的 橘子 大橘子了 当年来的时候一点点 哥哥抱回来 的时候呢 才一点点 回来跟大王子打架 现在都长这么大 你看你两个 哎呦你两个子还打上了 哎呦 谁也不示弱 再回到家 就没有这么多猫猫陪着你了 但是有爱你的主人 回去乖乖的啊 想你了 再让主人发视频吧 不行 你要来送送啊 那在一起好好做玩玩吧 好啦 给小橘子 给小猴子放到里面 还怪好看的 陪着小橘子 呦 这咋还有个悄悄的家伙 嗯 大宝 你在这呢 悄悄的跟他道别啊 小橘子主人明天 正好开车过来接他 也不用让他再坐车了 不用害怕了 你哭 不用开花 半生存了好多花 藏进了满头白发 记忆中的小脚羊 柔肚子的小嘴